Hello 北基道 這個星期最重要的國際新聞 不用說就是澤連司機 邀請了習近平 我們國家的主席去訪問很久 但都沒有消息 最後有消息了 通電話 通了一小鐘 很好的 聊一小鐘 其實大家都知道沒有什麼結果 不過最直接的結果是有的 中國會派特使去烏克蘭 烏克蘭也會放一個人出來 跟你慢慢談 不如聽聽說什麼 北基道有自己不同的獨特的見解 在4月26日 澤連司機和習近平通電話 大家交換了意見 這些不用說 中國將會派遣最直接的 就是駐俄大使 擔任烏克蘭作為大使 歐美很多國家都希望 喂 有契機的 但是 擔任司機 表達這次通電話是歡迎的 希望能實現這個 俄烏停火 但是在公佈了電話會議之後 中方未提及俄羅斯設軍 烏風依然強調要領土回到1991年的狀態 為談判 這個可能畫下了一個問號 究竟怎麼談 推回去 不止克里米亞 再要前些 1991年 澤連司機 這個就是談判技巧 沒什麼 再看看 習近平說什麼 習近平說 可以分開幾樣東西來講 習近平最重要 中國不是當事方 中國是堅持這個勸和速談 核戰爭是沒有贏家的 這三點 講來講去 具體方面 習近平表示 中國在聯合國有這個大國擔當 我們也是這個安理會成員 我們不會隔岸軍火的 喂 隔了很久了 成年多之後 你才出聲 好了 不要緊 我們總而言之要做 我們不會拱火燒油 也不會趁火打劫 就是這麼多 在烏克蘭的問題上 中方始終站在和平一邊 但是不知道哪邊 因為他又跟俄羅斯軍演 核心問題的立場是速和勸談 而已 對話談判是唯一可行出路 大家都知道 但是還有很多出路 就要先打 剛剛那些不是出路 好了 中彈跳 核戰不會有贏家 所以核戰打不得 也不可以打 講完了 其實講完了 到澤連司機講什麼 沒事的 時間很長 談完電話 談了很久 都有意思的 但是沒有人 比烏克蘭人民更希望和平 但是和平必須在公平和可自主之下發生 還有 我們的不會妥協 是什麼代價呢 是用領土換取和平的代價 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必須在1991年的邊界內恢復 那就繼續驚訝 是啊 美國白宮是說歡迎的 這個法國呢 剛剛去完中國 出了聲 但是我沒有說 就是說 重點是什麼呢 原來可能 法國總統在訪問中國的期間 彭博曾經報導過 中法正在秘密制定一項計劃 只在最早於今天 今年的夏季 將俄羅斯和烏克蘭 帶到談判場 報導更加引用 熟悉這個計劃的人稱 麥克龍以擇成外交政策的顧問博立 與中國的王毅合作 制定一個框架 作為莫斯科和基闊之間 未來談判的起點 這個外媒彭博說的 不機道怎麼看這件事呢 很簡單的 第一件事 我們作為五千年文化的韜韜大國 我們一向習主席都是愛好和平的 一年之後 你們打了那麼久 究竟打完了沒有 但是 態度就不是 喂 打了那麼久 打完了沒有 兩邊都問一下 而態度是偏了一邊的 所以外國的 都會有擔心 但是最後 你都要跟澤連司機聊天的 澤連司機拋出來的 跟誰是在說南園北截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的 為什麼 喂 是不是要停火 現在沒有說要停火 搞個特事 大家慢慢談 你究竟要怎樣 要怎樣就一早說錯了 剛剛才說明是要怎樣 那些點 那些點 很重要 現在就是 我們 是要和平的 最愛好和平的 那個 最需要和平的 就是烏克蘭 我們 現在被人打 還有 大家不要以為 這個談判 只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 其實 是世界大局 現在 放在桌面 大家就明白 還有拖多久 不知道 但是一定不會短 多謝